打機乘客準時抵達報道櫃台 因為全日空航空公司宣布付飛台日航班 只是疫情還沒趨緩 不少搭機乘客全套防疫裝備依舊不敢馬虎 轉機留學或者返鄉統統都能順利出境 因為日本先前宣布松綁出入境管制 開放台灣商務人士或持有日本護照的民眾入境 因此全日空從3號開始恢復每週兩個航班 從台北松山機場到東京的宇田機場 除了全日空之外 其他外籍航空也紛紛在近日宣布要來恢復台灣航線 像是阿聯酋航空也從6號開始恢復台北杜拜每週四個航班 庫航也宣布16號開始每週各兩個航班往返台北首爾新加坡 旅客出入境防疫措施各有不同 不過近半年疫情重創航空業 華航也針對空服員地勤寄出豁免條款 如果年資未滿三年申請離職不會有罰金 對於這項新政策 長榮新語暫時不跟進 不過在疫情還沒透露曙光前航空業期望復蘇 恐怕還得再等等 簡鵬一德烏輝山台北松坡島